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贤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金山鸟石鸣春剑中 唐玄宗开元年间 整个唐朝达到空前的繁荣 社会安定统一 史称开元盛世 有一次王维来到江南游历 途经浙江绍兴 应邀到友人黄斧岳家做客 王维精通佛学 黄斧岳则热衷于修道 佛教有一部《唯摩节经》 是菩萨唯摩节向弟子们讲学的书 王维很钦佩唯摩节 他的名 唯和他的字摩节就是从这里来的 王维称黄斧岳 是一个双眸朗畅 烧丹壁骨的修道之人 他住的地方叫芸汐 显然是幽人高适的理想隐居之地 佛家和道家都崇尚在山水天地之间 感受自然造化之大能 在芸汐做客期间 王维为黄斧岳写了黄斧岳 芸汐杂题五首 《鸟鸣剑》就是其中的第一首 这首诗的题目《鸟鸣剑》是指鸟儿在山剑中鸣叫 诗的第一句 人贤桂花落 意思是人的心中闲静 能捕捉到桂花小小的花瓣在飘落 人贤说明周围没有人事的烦扰 桂花有春花 秋花 四季花等不同种类 这里指春季开的桂花 世人当时澄澈透明的心境 使他能捕捉到微妙纤细的景物变化 桂花只有米粒大小 花瓣更是微小轻薄 他却能看到花瓣的飘落 听到花瓣落地时瞬间的轻柔声息 可见当时亡为内心的安静 几乎达到了佛家追求的妙物境界 第二句 夜静春山空 是说夜晚寂静无声 让本来景色繁多的春山也显得空旷了 春山在白天应当是喧闹的 林木茂盛 鸟语花香 游人如梭 而此时 夜深人静 游人离去 山林也空闲了下来 只有诗人在这里感受自然的静谧和谐 这前两句写的是春夜山间的寂静空旷 第三四句 诗人则写静景中的动态 用小鸟的动反衬山中的寂静和清幽 月出金山鸟 识明春剑钟 意思是 月亮升上夜空 月光洒下来惊动了树上栖息的小鸟 在春天的山剑钟不时发出几声清脆的提鸣 第三句中的金字用得十分自然和赋予表现力 不但渲染出环境氛围的静谧 以至月光都能惊动小鸟 还写出了小鸟的神韵 墨句虽然写鸟名 却是以动观境 动静和谐 更加令人感觉如临其境 王维的这首《鸟鸣剑》 读起来仿佛能看见春山静夜的优美景色 桂花无声开放又悄然飘落 皎洁的月光梦幻般洒满天地 小鸟在月夜里鸣唱 空谷传音 悠扬婉转 而诗人在其中悄然助力 已进入悟我两望的境界 读这首诗也使人从中感受到 圣唐时代和平安定的氛围 正是有这样的氛围 诗人才能悠然自在地 徜徉在大自然中 写出美好的流淌着生命韵律的诗句 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 鸟鸣剑 唐 王维 人贤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金山鸟 石鸣春剑中 好了 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 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 再会